好,1872977,阿May,Hello,你好 你好,Hello,Hello,Hello,May 阿May,你多少歲?48歲 48歲,你是結婚? 我有男朋友 有男朋友,你就好 Ban都不知道多恨 恨有個男朋友 不是,他不是恨自己48歲 那怎樣呢?有什麼問題? 最大的問題就是大家相處沒有問題 不過是兩年多都沒有任何的性身 你們一起了多久? 都六年 那你男朋友多少歲? 56 56 多久沒有? 你說你兩年多? 兩年多 有沒有談過? 我忍不住,我要問他 就是想去見一些consultant 我意思是正常地 一對夫婦聊天 很少可以第一步說 喂,不如我們去見一下吧 你會問一下他 為什麼 是不是很不吸引啊? 還是你太累啊? 之前問過一次 就說 為什麼會這樣? 然後他就說 很累啊 什麼 只是說累 很累的 你們有什麼一起住的? 嗯 暫中 嗯 OK 即是他沒有給你一個 你覺得是具體的答案 對你有說服力的答案 對 即是由兩年前很累 就累了兩年 這兩年可以說 沒有正式看過 對 其實我覺得就是沒有問題 其實都相傳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我覺得如果這樣 就一直走下去 會不會 因為有很多因素的 等一下思思逐步逐步 你解釋你就明白 好 因素是多到很難逐步去解釋 是的 即是說你覺得你們之間的溝通是沒有問題 是沒有問題 是的 但是沒有問題 都分很多的層級 是大家都覺得沒有問題 還是你覺得沒有問題 他有沒有告訴你 他覺得有沒有問題 又或者是他 其實因為你們又不是一起住 但是你們見得多不多 都一個禮拜兩次三次 OK 那對於一起了六年來講 其實一個禮拜兩次三次就不算 就是這樣 我想說其實不算多 不算多 就是以一個好的relationship來講 其實不算多 男女之間的分別 我覺得如果一齊了 我以為是一次而已 是的 真的 我看見大哥 我只要見你的次數 是多於你姨媽來的次數 我覺得已經偶忍了 我相對你的大姨媽 我愛親很多 真的 你要想想大前提是關係好 你會不會每個禮拜見一次 因為好所以順 因為順 所以不用整天見 也可能因為我們見得少 所以才好 是的 小潔聖身分 就是在這個階段 如果是因為被他們講中 因為見得少 所以關係才好 其實這個已經是一個大問題 當然他們剛才說的就是搞你份 搬去那裡住 因為我自己 照顧我媽 所以要搬去那裡住 OK 即他是自己一個人住的 他自己 是的 那當然 你說他現在是幾歲 56歲 是的 OK 56歲 他身體情況如何 健不健康 有沒有做運動各樣東西 飲食好不好 沒什麼做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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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有高血壓 有高血壓 除此之外有沒有其他身體問題 其他沒有什麼特別 多高幾 多重算不算肥 重重的 而且有肚腩 有肚腩很正常 百多歲 這也是事實的 很高要求的 真的很正常 那些三十幾四十都有 沒有什麼做運動的 一個禮拜打兩次運動 都會立即有肚腩 就是了 但一個禮拜打十次波 又不會失去肚腩 就是了 激死我 那當然 我相信 因為其實你說關係好 其實你的好 和我的好的定義 也可能是不同 那我相信 你們大家的相處是很開心 溝通是足夠的 大家都了解對方 是的 還有很多話題 有很多話題 一起不沉悶 不會說死了 又要見 又對著她說什麼 是的 不會 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56歲 從兩年前開始 沒有什麼性生活 或者慢慢是完全沒有 其實很大可能 就是開始 更年期 覺得自己的表現 未如理想 或者開始慢慢 真的感覺到 性慾越來越低 之如此類 而其實真的有很多男士 去到這個位置 真的情緒上 是接受不到這件事 又或者會覺得死了 為什麼我會越來越是這樣 我又不好意思看醫生 又或者是 反正又不是一起住的 自己又沒有什麼性慾的時候 又好像沒有太大的動機 去讓她 要去見一個專業人士 去查一查 究竟自己性慾會不會下降 或者會不會是這個 男性愛爾夢的問題 她之前厲害不厲害的 對不起 直接一點 都對的 因為我們不是一起住 所以不會 厲害不厲害 不跟一起住 那持久 各方面 譬如是她的衰索 她的表現 衰索不多 衰索不多 因為有權力 原本已經不多 下降都沒有 階段就不要 你們最熱戀的時候 一個星期做幾次 沒有 因為不是一起住 都是 所以就是說最熱戀的時候 你們是最爭取的機會 看來你很多時候 把問題 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 不是一起住 其實不是 我想 你不一起住 你真的會爭取 所有機會 搞都是搞的 你想想 那些多少男生 好像我這些 二十多歲拍拖的時候 哪裡一起住 嘩 但是一個禮拜 十至八次 所以是有 不可以叫他住 聞到也不行 不要說看得到 一說一說 不行 真的 所以未必關一起住 最熱戀的時候 一個多月 一個多月 一次 去旅行才會 香港也不會 你知不知道她本身的習慣 例如她有沒有自慰的習慣 或者需要幾頻密一次 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 你沒有留意 有沒有溝通過這些事情 沒有問過 沒有問過 我有問過她是不是更年期 她說不是 怎麼回答你 對她怎麼回答你 她說不是 因為她不會知道 因為她也未必知道 不會像鹹蛋超人 深一盞燈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因為身體不會像 對 是一個 depreciation 沒有錯 向下角 但其實男人的更年期 好像不算是明顯的事情 一些人 有些人 好像女士 特別暴躁都有 我只看一些文章 就是說 當你如何再做運動 可能肌肉都已經不再結實 自信心越來越低 性慾低 明白 明白 我經濟轉入了更年期很多年 怎樣做事的錢 都硬是多少 都是差不多 是不是這樣的情況 一人而二 不過都apply 因為其實正如剛才所說 你們最熱戀的時候 根本都不算是多 最熱戀才是一個多月一次 到現在六年之後 兩年都沒有一次 三世其實是一個正比 應該是這樣 不是應該是這樣 只不過 如果這樣去看 男性荷爾蒙偏低的機會是大的 而男性荷爾蒙偏低 首先第一樣 會影響性慾 接著會影響她的勃起的情況 想勃起 但可能力不從心 或者勃起 但維持得不久 或者甚至影響到蛇精的問題 其實都會是 這個男性荷爾蒙出了事 但原來你們又不是一起住 但不是一起住之餘 你們的溝通內容 亦都沒有涉及這些事情 所以其實我有理由相信 你都未必答到我 她有沒有這一連串的問題 不過正如剛才所說 其實是很容易搞的事情 如果真是男性荷爾蒙 沒錯 因為思思都說過 無論是口服也好 貼也好 查也好 都有方法 反而都是加起來就可以了 其實我保持著思思這個朋友 過多十年八載 我拿些東西來貼 拿些東西來貼 我當是印水紙用的 你覺得什麼 我覺得她不會直接回答我問題 而且是避這些問題 其實這個比較明確 你問她問題 我明白 避開是正常的 一個男性 如果來到這個關口 如果平心這樣想 她被你問是很正常的 因為她也接受不了這個現實 她也想逃避這個問題 但是你問她 其實她是否給了答案 她是給不到答案 因為你問你是否更年期 可能她意識到 但是今年期不是一條線 是一件慢慢發生的事 所以我覺得 有時候 你提出大家的健康檢討論 我覺得是很好的 但你問她的答案 其實我覺得真的不需要 她給不到你 可能當一個人 發覺自己身體有變化 而是一個自己也控制不到的情況 她也想逃避問題 人是一個逃避問題的動物 我之前也有問她 我問她 會否影響大家的關係 她絕對說沒有 她也不覺得有問題 她這個答案 也是在逃避問題 而且很簡單 當你兩個人在一起 你隨便覺得有問題 這已經是問題 沒錯 但其實我有興趣想問 你們在一起六年 你們頭四年都有性生活 雖然是一個多月一次 在你的印象中 剛剛開始有性生活 以及到了第四年最後的階段 她的表現 你覺得是有沒有變化 有沒有轉變 好像剛剛認識的 好像真的 弱了一點 怎麼說 這件事是這樣的行動 你覺得有沒有不同 差不多 即是說 最熱戀的時候 是一個多月一次 而四年前 都是一個多月一次 對 因為急流勇退 譚校長不得獎 即是更加有理由 是 是高峰區 男性賀爾夢 低了 不給 不壞給你看 這件事更加明顯 因為其實她從來都已經 不是 或者不要說從來 在這六年裡 其實她都不是說 性慾特別旺盛的時候 如果你有 一直聽我們節目 或者聽聽我解釋的時候 那你會更加知道 當你越是不用的時候 就越是不想用的了 那些真的變成沒有用嗎 是啊 這樣子 因為其實 你 是要保持它 你才遷循一個訊號 告訴你 我需要多些的男性賀爾夢 就是男士 男士的身體 就會再產生多一點 但是 變相你一直都不太用 它的時候 你的身體 就一直遷循到到訊號 我不需要那麼多 再到更年期 其實她產生給你 可能是更少的 所以這件事似是他現在的情況 當然你說是否可以100%肯定呢 我一定要見到他才知道 我想問反而 你們有去嘗試跟他談 根據你的說法就是他也不太願意 我們很理解的 有時候真的未必願意說這些話題 不是說找口說的 但你有沒有試過引過他 主動出擊 對 他有碰過他 然後他就推開你的手 即是你想跟他親密的環境 但他拒絕 即是你碰他 他終於知道他就推開你 或者轉身 即是很明顯是一個性的暗示 我不知道 大哥你沒辦法點穴 其實這個反應還有一個比較普遍的原因 就是如果他自己的勃起狀態 都未如你想的時候 你去接觸他 其實他當然會逃避你的 因為如果他不逃避你的話 而他又表現得不好 他又不知怎樣跟你交代 他自己又接受不了 他自己又不開心 逃避一樣可以解決了很多的困難 或者很多的麻煩 他就會選擇逃避 通常如果真的見你這樣算 譬如以阿May的案子 要去見你們 你們會建議一對夫妻一起見 還是可能以阿May的案子 南方的問題大一點的話 那南方單方面先見還是怎樣 其實我會推薦兩個人一起見 起碼我知道你們兩個人的溝通是怎樣的 你們的感情好不好 那才看有沒有其他的原因影響了 其中一個不想跟別人做愛 但是你說如果各樣東西都是很好的 純粹如果男士自己承認 其實我的表現是真的直線下降 我想處理這個問題 那單獨來見也沒所謂 他一定不會 他避開了 又或者其實你可以從這個角度去跟他談 你覺得有問題 你覺得一直走下去 沒有性格是不可以的 那看看他對你的愛有多少 覺得可不可以為了你著想 而跟你一起去見 還有我想可以看多些方面跟他談 我覺得男性面對更年期 性是其中一個問題 其實他的心理、自信、積極性 如果是在那個階段 是會同時出現問題的 所以你說帶出性格的問題 可能他會覺得 糟了 我女朋友在這方面 他覺得我有問題 其實我也知道有問題 但這是一個煩惱 但其實他除了這個問題 他同樣面對其他煩惱 我覺得可以跳出一個層面 你作為他的伴侶 跟他說性格是其中一個問題 但如果剛好你現在當是更年期 不過可能你也會同樣面對心理 精神 個人的自信心 如果覺得你不想這個情況出現 其實我們可以見一下醫生 是一個很整體的事 我覺得這樣可能 不將這件事放大 可能他的內心會舒服 其實是 我也是56歲 我還希望有精彩的人生 不要只說性 他會覺得 他會覺得 這樣去見一個 整件事 對他整個人來說 重要一點 一擺在性格上 可能他會覺得 不要只針對著弟弟 好像他欠了你 他很難過關 沒錯 這個要考你的技巧 你怎麼可以 不要說哄 但是可以跟他打開畫甲子 然後讓他陪你一起去看 如果你覺得他真的是一個很固執的人 而他又是 根據你所說的關係不錯 他雖然是固執 但是他疼你的 你可以勸他陪你去看 你用自己做一個引子 好像一個藥癮 好像一個魚餌 我有問題 我想他 你可以陪我嗎 這樣 都可以試一下 如果你覺得有需要 不過是否真的可以 就是 沒有這件事都可以 維繫到 這件事真的見仁見智 你打電話來 你其實覺得不太行 我覺得 就變成好像大家都 少金點東西 好像同屋主 對 跟家人又沒什麼分別 對 好像都不是那種關係 不是 個個都不行 不過真的有些人覺得性是比較重要的 嗯 好幾人見智的 沒有適合遇錯的 你放心 對 最重要是大家一致的 有些人覺得 走到最後 變為一個家人 都總算是緣分 又可能是緣分 對 所以很視乎你的體分 對 好嗎 好 謝謝你的電話 謝謝 很快一個問題 但我知道很難解答 是 懷孕的問題 關於體育 可以怎樣做 怎樣容易有寶寶 這個 容易有寶寶 這件事 真的是看命水 而已 體育是幫不到的 你相信我 如果我性治療師放在嘴裡 第一位是原學家的口 問一下你 多麼有說服 你嘗試個屁股向西 謝謝 明晚再見 拜拜